大家好,我是潘石屹 我过去呢是 从来都不相信任何的偏方啊 饮食疗法 可是最近两年是也不行了 随着这个年龄快到50岁的时候 身体开始发胖 我有一个教练 教练过来跟我说 你应该喝果汁和蔬菜汁 当时我是半性半性 结果喝了一两个星期以后 效果还挺明显 一个多月 我的体重 降低了5公斤 腰围的话 减少了 17里 连我的脖子的中长 都呢减少了1里 今天呢做这个视频 我希望把这种 健康的 饮食方式 介绍给大家 每天早上起来喝的第一杯果汁呢 要稍微清淡 一般呢每种果汁里面都要加点苹果 苹果是好东西 放下两个苹果 放下两个苹果 有了四分之一个柠檬 西红柿 青椒 胡萝卜 加点葡萄 再呢加上一点姜 苹果的话 切开 一定要把这个苹果的紫 加到里面去 好 西红柿 青椒的话 不要把这个去点 这就够了 我们开始来砸吧 青椒 姜 椰盆 炸完之后还有两样好东西 第一样东西是亚麻籽 加一点亚麻籽 亚麻籽特好 各种各样的营养我也没记得住 都是人体特别需要的 第二种就是小麦苗 减一点小麦苗 好放到里面 然后把这个榨出来的果汁倒到里面去 然后用这个速度 一开始速度不要太高 然后再用高速度 差不多40秒的时间 最后呢在这个低速的时候再来加点冰 加完冰的时候时间不要太长 没有这个大的声声音了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再被果汁就做好了 我 我先尝一下 哎呀自己砸了自己喝了 不错好喝 不错好喝 再被我喝 这地方再给你们封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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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